記得 當仁不讓 好 來喔 第一個提示 請看五秒 小火車 你會想到什麼 OK 第二個提示 再看十秒 又方厲害 答案是 小火車 不是接湯瑪士 就是接壓李三 好 李三找對面 當然 好厲害 又方姐好快的手 怎樣進行我們的攻略賽 陳又方同學 倒將附加帝也 曾經在陸軍的陸光義工隊 在七年 七年 聘僱人員 英國人員表演 落軍 不要任務 唱歌的 我什麼都來 唱歌 跳舞 表演魔術 什麼 你還會魔術 有 當過唱片製作人 也演過很多年的舞台劇 是 模仿陳文謙更是你的拿手 對吧 對 妳覺得陳文謙怎麼模仿最小 講她的星座性格 然後她講話的那個態度 她很像貓 從內而外 對 內而外的模仿 來個一小段話 預備 來 其實今天跟陳陳見面 我其實是蠻開心的啦 不過陳陳主持這個節目 我覺得欠思考 怎麼不找我陳文謙呢 有點 很像 厲害 厲害 你有四分鐘的答題時間 好的 好不好 人生第一套題目長什麼樣 請出題 為您出示的這一套題目 情緒會生病 因為這次演的 你好 歡迎光臨 講的就是跟情緒有關 跟精神狀態有關的 聽說演的是護理長 對 陸光唱國歌 你在陸光的義工一隊 待了七年 對 老師啥星座 你現在是表演課的老師 這一次甚至有三位同學 你的學生 入圍了金鐘獎 對 來 再告訴我們哪三個 眷村新氣象 你呢 出版過 不會吧 提到你從小的眷村生長經驗 亞洲病影響 你有 流行歌進曲 你曾做過唱片製作人 對 廣告夯明星 因為廣告的效果好 得過兩年免費的待遇 每天好蔬果 因為壓力患了恐慌症 是 特別愛水果 對 從哪開始 流行歌進曲好了 你們那個年代 好多的歌 那你印象中後來解禁了 曾經被禁的歌是什麼 高齡峰的大眼睛 好像後來被禁了 本來是禁歌 是不是 很像是喔 很像是對不對 高齡峰有歌被禁 有歌被禁嘛 請出題 名曲 何日均再來 因為政治協議 會禁止公開播放 再來哪首歌 也是台灣早期的禁歌呢 A 不要說再見 B 媽媽請你也保重 C 往事只能回味 我的答案是B 媽媽請你也保重 對 你怎麼知道 哪一句 為什麼被禁 因為你看 媽媽請你也保重 就是媽媽不好 所以那個好像 歌名就取得不對 歌名就取得不對 而且她是閩南語歌 對啊 你看我們那個年代 好像很多閩南語歌都被禁 太悲情了 悲情最多的是 沒有勵志 請介紹 第一題 會不會就掛了 應該不會吧 好 在紀元時期啊 包島歌王文夏呢 他有九十九首歌曲 都被禁 這當中呢就包括了 媽媽我也曾永健 還有媽媽請你也保重 這個歌啊 已經被禁了三十年 原因呢就是因為 他們認為說 這裡頭的歌詞呢 會讓阿兵哥 思相情怯 而且會擾亂軍心 所以阿兵哥不能隨便 想念媽媽 因此呢這首歌就變成禁歌了 原來是這個原因啊 老亂軍心 減損士氣 對 第二題 我來 哪三位入圍今年的金鐘獎 一個是李又汝 然後還有那個孫綻 還有一個是唐飛 都是我的學生 老師啥星座 請出題 學生對於學校老師的記憶都不同 請問獅子座的人 適合當學校哪一個局務的老師 A 音樂老師 B 美術老師 C 班主任 當然是職位越高的 我的答案是C 班主任 妳說妳 獅子座的人不是很有表演欲嗎 對啊 比較張揚一點的 比較張顯 外顯的 那就不適合美術 第一個就槓掉了 音樂不好嗎 太單一了吧 班主任可以管 管比較多的事情感覺 因為他很雞婆 獅子座很雞婆 雞婆 非常雞婆 感覺起來 班主任好像似乎是個 摩羯座最適合的 摩羯座不行啦 都不出聲的 都點點不吭聲 面面俱到的 他沒有面面俱到 按部就班的 不開心 學生會不開心 他當班主任學生會不開心 獅子座的學生會不開心 獅子座的學生會比較開心 真的 他被搞笑有什麼 你會瞎講的 請揭曉 我瞎講的 對 我瞎講的 獅子座適合當班主任 一點都不會讓人意外 因為他們很有領導力 有魄力 有自信 而且不拘小潔 所以當然這樣子的人 特別適合當班主任 好 那到底誰 設當美術老師呢 就是陳哥所代表的水瓶座 因為水瓶座的人呢 總是充滿了靈感 充滿了創意 所以他們很適合 藝術方面的東西 而適合當音樂老師的是 雙子座 因為雙子座的人 也是創造歷史足啦 而且活潑有趣 所以上課總是會來 一兩個笑話 讓學生都很喜歡喔 一萬在巷子口了 來 第三題 你康復了嗎 沒有辦法康復的 你那是一種恐慌還是 對 恐慌症 怎麼來的呢 它是一種 情緒EQ 自律神經 自律神經 對 交感 副交感 對 交感 副交感 沒有平衡好就會 就會恐慌 有的人 他的症狀是什麼 你的症狀是什麼 我的症狀是 先是胃痛 然後拉肚子 然後會 會顫 會抖 會不會聽起來 像長照症的感覺 對 就是每個人的症狀不一樣 我是先從 胃 絞痛 壓力造成 因為以前還愛喝酒 壓力是會生病 情緒也會嗎 請處理 我的答案是 請處理 胃癌會不會太直觀了 我覺得其實 腸胃是一切的病症的一個 怎麼講 最主要的 就是胃這一塊 腸胃這一塊 對 病灶 對 病灶 不帶飲食 情緒 有的人說 我好緊張 胃腳痛 就異常蠕動 對 那你沒有說 我好緊張 我肺好痛 沒有人這樣講 認為他答對舉手 一個 為何不舉 郎組民 我覺得是 淋巴癌 因為淋巴是全身都有 毒素 淋巴算不算神經系統 是比較像類似神經系統的概念 所以他是全身都有 我也選胃癌 因為現代人好像大部分人 都會有一些些的胃炎 然後是因為壓力隱缺 胃酸 對 中醫師怎麼說 我是覺得 生活壓力的確有可能 導致胃癌沒有錯 但是他有講到一個情緒 叫做恐懼 恐懼這個東西 在中醫裡面講 恐懼這個情緒 會讓氣整個往下陷 一個人陷入恐懼的前進之中的時候 他會突然 手腳變得冰冷 然後就是整個 臉色會變成蒼白 所以就是一個 氣往下陷的症狀 那如果要跟氣扯上關係的話 其實肺是主義生氣 最重要的一個氣 完了 可是 對啊 因為情緒的話 又提到恐懼的話 就會比較想說 胃癌可能會先被我刪掉 胃癌可能被你刪掉 因為他有講到恐懼 大部分的焦慮會是緊張 或者是覺得好像 無法掌控一些事情的狀況 緊張 恐懼 恐懼也是會會痛啊 胃癌是會痛啊 肺癌跟胃癌都有人選擇 請揭曉 會關於到一萬元智慧心病的 來了 劉里維 正確答案是肺癌 真的是醫生耶 其實沒有翻譯知識怎麼會知道 其實我們很多的負面情緒 都容易造成我們的身體 各處會生病 其中八種癌症對應了八種的負面情緒 我們可以看到 比如說你平常生活當中壓力很多 甚至對死亡或對生活的壓力 常常會有一些恐懼的感覺 其實最會傷害到的就是我們的肺部 那胃部主要是 你有很多的情緒耐消化 你這個人很容易憤怒的話 就容易胃會生病 導致胃癌 那淋巴癌呢 主要的原因是 你這個人充滿了不安全感 對自己不自信 不相信自己 沒有比較容易會得到淋巴癌 就他這一題了 非常可惜 空手回家 但是能出來 你已經比狼主名要親愛了 來 請你下一回合的資格賽 來 社會走跳總要有兩個意志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趕快來訂閱喔